OK 最後的話呢 當然如果說我不是要這樣 我不是一下子全部 我是要個別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用個別篩選 另外剛剛還有一個地方就是這個地方 它會跳一閃一閃的這個 不過後來我有多跟各位講一個方法 那個方法就是把那個關掉吧 關掉應該還記得吧 關鍵的地方就是那個application 什麼那個application application這個物件蠻重要 我是建議這個物件名稱恐怕要背一下 它閃動不要出現的話 就screen updating等於false 這就關閉了 其實在Excel VBA裡面有很多類似這樣的一個屬性 然後你可以把它關閉也可以把它打開 像那個display alone 其實大概效果差不多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想徹底了解的話 當然我們剛有個我前面講過物件嘛 物件裡面外物就是一個屬性跟方法 那你就是裡面的東西 如果你可以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比如說screen updating 如果假設你不太清楚的話 你可以按F1 這邊裡面都有 OK 那只是說怎麼跳dispers 對 我們是screen updating 它怎麼跳 是不是它意思是差不多的 那你可以發現它這個application裡面的所有屬性有沒有 它都幫你列出來 列在這裡 而且按照英文這麼排列 當然理論上我們不可能全部都會用到 可是你可以把它當一個字典 也就是說你要知道說這個application itself 它能夠做到什麼 其實能夠做到就是你這邊所有的清單能做的事情 那也就是說你把它當字典 偶爾你如果說假如不太清楚 但是你要做出某種效果 其實這裡面查一查 或許有的時候可以查出答案 像screen updating 我本來也不確定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看到screen updating 意思就是畫面更新 那等於false 我試試看發現真的就關掉了 所以有的時候呢 這個物件的觀念 如果你通的話 我覺得你用一種邏輯推敲 有時候可以找到答案 不見得一定要找書裡面 所以有的時候我答案怎麼來的 我有時候是用猜的 然後再去試 試出來就OK 像那個什麼dispersalment 也是大概的狀況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當然底下 他說關閉螢幕更新 可加快 這個聚集就VBA的程式 OK 然後大概是這樣 所以也許你可以善用那個所謂的F1 F1的這個功能 然後記得呢 最後要把它關閉的話 就是application updating 我習慣把它拖拉加Ctrl鍵 再加個等號 它會有個True出現 這樣OK了 那你會發現 如果剛剛會閃動 現在會不會閃了 現在就不會閃了 那這個其實還蠻常用到 就是如果你是跨工作表 大量的在產生資料的時候 一定會有這種切換的狀態 那一定要記得把它關掉 這樣子可以加快你的那個程式的速度 OK